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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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姜赛刚后的柚子皮电燃可以当作天然温香使用 不仅不含有毒物质更能达到空气清新之效 食材染发或烫发的人头发容易干枯 也可以利用柚子皮的汁液来滋养头发 真的耶 有很多的洗发精都强调是柚子香 自己动手萃取柚子皮的精油来护发 你也可以试试看哦 那接下来我们的镜头要带大家到原住民的部落 花莲瑞穗的奇美部落 部落里的年轻人运用创意 利用漂流木把原本奇美文物馆 生硬的水泥柱子变成会跳舞的柱子 什么是会跳舞的柱子呢 一起去看看 因为去年就巴巴封在以后 有很多漂流木嘛 那我们有去跟东莞去申请一批漂流木 就运用那个漂流木来美化我们文物馆的柱子 因为本来文物馆就是普通水泥的建筑 它那个整个给人家的感觉就蛮生硬 然后就是部落年轻人 就是运用那个矫线那个漂流木的线条 然后用那个来专事美化我们的文物馆 就他们就是运用他们的创意 就把那个柱子用得就是很生动 就好像我们公民记者的时候跳舞的那种感觉 所以后来就是我们的公民记者就把那样的感觉 把命名为被跳舞的柱 真的是很有创意耶 利用漂流木的曲折来影射原住民的舞蹈 而这样的创作也让原本身影的空间 多了点艺术原味 原住民的公民新闻计划 瓦塔目前正在积极推展 我们鼓励原住民朋友 透过自己拍摄部落的大小事情来为部落发声 如果您的部落也想要学习公民报导的技术 或者是要认识怎么样报导部落的事物 欢迎大家上Pitbo公民新闻平台主动留言联络 我们将会有专人到部落当中教导大家 如何使用Pitbo公民新闻平台 期待看到更多原乡事物的公民报导 因为公民新闻就是强调 让部落的人能够自己说自己的故事 而我们也期待原住民朋友您的加入 Pitbo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